全世界各地旅游市场纷纷恢复 那么规模呢比以前更甚 尤其是欧洲处处的人潮爆满 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南美洲的巴西 其实他的嘉年华还没有登场 但是呢已经有祭祀海神的热闹仪式 另外呢还有是欧洲意大利首都罗马 他现在拿到了2023年最佳美食圣地的头衔 当然呢是荣宠加深 威尼斯嘉年华是我们报道的一开始 这场魔幻盛宴可以说是挤爆了人 那么同时呢也是三年以来难得一见的欢乐场面 两颗门牙顶着船头 一只剧情老鼠趴在贡多拉船 带头在运河上前行 令人惊喜的在后头 从背上炸开大量气球升空 引来围观民众惊呼 后方一票小船也不逊色 上百名威尼斯人不止卖力的划船 还搭配每一艘船船上的造型 这场最美丽的世界最美丽的世界 我们在这场大量产生 在这场大量产生 浪漫水都笼罩一片欢乐氛围 却因享富盛名的威尼斯嘉年华 在四号晚间盛大登场 由这只魔幻的独角兽大船 载着一群追梦人 要将他们送上星空 正是为2023年威尼斯狂欢节揭开序幕 让无论是本地人 还是特地前往威尼斯的旅人 都穿上华丽又精致的服饰 共享盛举 在维尼斯上 因为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而且是为了认识 在这场大量产生 这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是魔幻的 什么需要更多 来到这里 让你也听到这场感觉 在这场大量产生 开序幕观光复尼斯 不只十一世纪的威尼斯之旅 在这场大型江年华 已经两年了一天的疫情停牌 在渡航山的威尼斯 开序幕 2023版本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會慶祝150年 出動六座巨型花車遊行 從華麗面具 大量政治嘲諷 到近期的話題明星和球星人物 不只有的玩有的看 造訪意大利的觀光客 還有最新認證的美食可以享用 因為2023全球最美味的旅遊順利頭銜 被義大利首都羅馬拿下 如果你想吃海餐、肉 如果你想吃野餐 如果你想吃全餐、披薩 你也會吃 我認為我都在歐洲最好的食材 都已經在這裡 僅次於羅馬 希臘的克里特島和越南河內 名列第二、第三 法國、巴黎、第五 但義大利來勢兇兇 佛羅倫、斯汗、拿破裏也擠進前十大排名中 這是根據國際旅遊評論網站在2022年搜集到 平均三千萬條評論得出了結果 但反倒讓義大利人提出質疑 離開歐洲 不少國家則在舉行各種傳統慶典 例如出動烏龍武師在立春當天迎接吐年的到來 甚至大症狀達起武術功夫 這熱鬧場景竟出現在南美洲 巴西的最大城聖保羅市區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 我覺得非常棒 我們已經做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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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白色亞麻服飾 居然在海中許下願望 再紛紛將獻花投入大海 為的是獻給守護海洋的女神 祈求好運降臨 讓大家來不及其他人 因為海洋是公開的 而且要吃荷物的產品 要吃到所有人 至於巴西人的重頭戲 被視為全球規模最大的 離岳熱內爐嘉年華 即將在下星期登場 被當局高度重視 我們要做一個歐洲的歐洲 我們相信 我們認為財產會增加5億元 東南亞的馬來西亞 則有數萬名信眾 周日湧入吉隆坡郊區 這塊知名的印度教聖地黑風洞 參與一年一度的大寶森節 我們是一年一度的大寶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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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是一年一度的大寶森節 全球旅遊市場反彈 民眾紛紛補償疫情期間 未了心願 各國當局大拼觀光財 要一路望到夏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